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香港超市的物价 买东西我们一般喜欢去超市 购物环境更好 可能比市场会贵一些 但是还选择更多 也更容易吧 所以今天找到一家超市 贵康 据香港朋友讲 超市就要来自这一家 有一家是你家什么开的 应该就是百家 比这一家要贵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 所以这家是最实惠的 一般超市都不大 香港的超市一般都不大 金门就是水果 蹄子 一般都是一盒的价格 十七块七 实际上挺重的 要不买盒蹄子 没有 好 250克三十八 半斤 蹄子是一磅 三十 三个十三块九 苹果可以啊 那一个才四块多 国内也要卖这个价吧 买点苹果 苹果还是嫌疑 这个是蔬菜 看卖到吃了 这个是蔬菜 看卖到吃了 这个是两个四吧 两个十三吧 是这个意思吧 这个也是两个十三 这个也是两个十三 看有些自媒体说的很夸张 我以为过来 只有 以为到香港只有吃泡面 没想到 实际上也还能接受 我终于找到便宜的东西了 巧克力 这个一个十块港币 202的价格 应该大家可以很好的比较 两个二十 现在一个十块钱 在国内这一个卖多少钱 也差不多吧 香港人喜欢吃的 五包 两包三十八 一包十九 这一包是有五个 要买牙膏吗 也是草莓的 他妈要想买其他味道 我要这个草莓的 牙膏价格有没有多 没有 这个泰国很便宜 泰国才 我要草莓的 三块多吧 要草莓的 这里卖十块港币 十块 我要草莓的 草莓的 妈妈我要这个 牙膏 儿童牙膏比泰国贵三倍 这是什么 哦 怪不得 它这个是印度尼西亚产的 相当于进口货 谁那么贵 泰国 它是 它是泰国的工厂 自己生产 这个医保1.5升的 7块 7.99 相当于人民币6块多 在国内一般4块钱左右 肯定贵了50% 我觉得他们的调味品很丰富 你看 它国内的香港本地的 插烧酱 插烧酱做插烧挺好吃 是吧 插烧酱 这个在四川好像是没有卖的 哦 这里有很多款 插烧酱 还有这种什么 柱厚酱的东西 香港车仔 车仔酱 黄豆酱 好像潮山人炒菜 喜欢用黄豆酱 很多品种 哦 那个就是硅甲腕 啊 台湾朋友教我的 硅甲腕 泰国也有 酱油 冰淇淋 哦 它跟它是便宜啊 像一盒80人民币 那个大的没有了 昨天买的那个 牛奶 牛奶 牛奶可以比较一下 因为牛奶我们消耗量很大 多值五千牛奶 牛奶多少钱 对吧 五十两瓶 草莓牛奶 五十两瓶 一瓶 二十五瓶 国内这个都大概多少钱 国内分很多种 多少钱 五天 七天 十五天都不一样 它这一种呢 我看这是多少钱 哦 这十五天的 在国内大概十块 国内十块这里二十五港币 这里牛奶价格跟澳门差不多 比国内可能是贵的 会一倍多 坚果比较便宜 跟国内价格差不多 哦 这里是牛排 加拿大牛仔骨八十五 四百五十四克 那价格还可以 西冷牛排五十五 220克 这两天干脆买点牛排 自己煎一煎吃了算 然后再煎点西兰花之类的 有肉有菜就够了 韩格斯牛排 两片装八十九块 十六盎司 这里有很多鱼 三味鱼 尖点三味鱼也不错 特别三味鱼排 挪威三味鱼排 两件装四十九 这个没有重量 诶 这里三味鱼价格怎么样 你觉得 看见没有 三味鱼的价格 这个两片装的 就是两百四十克 五十五块 现在一百一一斤 一百一一斤 跟内地上 这里有很多选择 都是腌好的 猪排牛排 我们腌好的猪排 二十六 一斤吗 这个很方便 小肢皮 各种面条 油面 各种长粉 和粉 虾米长粉 西麻花两个九块九 泰国超多 泰国超多 是吧 泰国超多一个 泰国超多一个 这个大厂 那菜也不见得很贵 昏明高商 娃娃菜十块钱 那个价格差不多 哇 西红柿高庄番茄 十三块 这个大番茄有三个 那种恐龙蛋布林二十一盒 这个不错 这个二十五块钱 七百五十克 有一斤半 有一斤半的那种 南非恐龙蛋布林 就不知道甜不甜啊 试一下 如果甜的话就很划算了 好 这里 火龙果 火龙果四块九一半 嗯 诶 你在里面那里买多少钱 嗯 哦 这个是香蕉十块九 诶 这是香蕉的吧 哦 香蕉十块九 十四块九三个 一块五十 这个四块六 左右 相蕉 香蕉四块九好像不算贵啊 这个本새öl 成好像商蕉賣得很贵 啊 哦对了 stof 贲任的每小艘て 不费 sembra 这两个都漏了 你看 这是过了 几个 这个本的 他本来还好的 他过了 他就漏了 漏了 你看钱 你看这些 这个你看 差不多2块钱 这就是 香港普通老百姓的菜价 当地人最受欢迎的 超市的价格 大家觉得怎么样 欢迎你的评论 好谢谢 这就是今天买的东西 香蕉 我买到那个飞布里 糖果2瓶牛奶 牛奶不敢买多 牛奶太贵了 还一瓶水 我都花了 133港元 就这么一点东西 说实话 香港的物价还是高 像在国内 一百多 可能提的东西的重量 可能要重一倍还要多吧 所以在香港生活 像我们一家四口的话 我估计一个月至少 就是自己买东西自己做饭啊 出去采购一个月至少要 一天至少要500吧 一天至少要500港币 一个月也就是要一万五 就是基本的生活费 吃饭 一万五 所以 你能你必须要挣多少钱 才能覆盖你生活的支出 包括房租 所以在香港真的也不容易 所以 最近比较热门 到香港移民嘛 要办香港的那种 永居拿香港的护照 但是这个成本还是很高的 你不管是在这边读书也好 去混一个什么研究生文凭 或者是在这里带小孩读书 光生活成本 都非常非常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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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